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跨越千年的营建 是谁开造了敦煌第一个洞窟 敦煌守护神 大漠影者 敦煌动员 几代考古人 潜心大漠 择一世 终一生 让我们大家用掌声表达对他们的崇敬和感谢 考古公开课 承邀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慧明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盛敦煌第三集 世纪守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切磋琢磨考古论金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考古公开课 我是陈志峰 今天来到现场的有六位热爱考古的学员 欢迎你们 如果说有一种美穿越了时空 跨越了国家 突破了民族 那便是中国西北戈壁沙漠中的敦煌 敦煌从发现一世 就向世人展现出了自己的惊艳之美 随着敦煌地区考古研究工作的不断展开 这颗蒙尘的明珠得以展现出了 本来就属于它的夺目的光辉 也正是因为这种美让一代代考古学家 择一世忠义生扎根大漠 潜心识苦考古的研究 那么敦煌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让人如此流连忘返呢 那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先来感受一下 敦煌见证了中华的盛世 在中国的历史上繁荣了上千年 自汉代张谦初始西域 至明嘉靖七年封闭嘉域关的一千六百多年间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连接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 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长期的中西文明互动 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迹 敦煌石窟包括木高窟 榆林窟 西迁佛洞 东迁佛洞等石窟 洞窟 壁画 彩塑 这些令人炫目的历史碎片 共同构成了绚丽多彩的敦煌文明 然而随着岁月的魔力 有些历史碎片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有些却历久迷新 在敦煌文化的保护者手中又重新焕发出 三皇石窟的考古研究究竟取得了哪些成果 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王惠民老师 有请王老师上场 欢迎王老师 邓老师 欢迎您 王老师 我知道您在敦煌工作的年头也不少了 我在敦煌待了37年 我是1984年 杭州大学历史学习毕业到敦煌工作 杭州大学毕业 是杭州人 我是浙江临安人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从江南水乡到西北大漠 这个反差真的很大 是吧 对 能适应吗 可以 比如说首先就是甘肃就比较干燥 对啊 我去冬黄的时候 有一个礼拜 那个嘴唇是干裂的 一说话 那个嘴唇就出血 还流鼻血 所以特别难受 空气干燥 那一个月 吃的第一个月特别难受 可是带习惯了之后 到敦煌去有个好处 就衣服啊 很快就干了 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 衣服就干了 洗完一早就干了 所以我们单位到南方出差的时候 他回来就说南方的洗衣服 一个礼拜也干不了 特别是感受美语季节 对 您要这么一说 我们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去敦煌 特别是今天 你看六位学员都是年轻人 他们都热爱考古 对 所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 说到这个年轻人 我突然想起敦煌有一款文创的产品 是吗 你们年轻人喜欢 我们看大屏幕 看看是什么 一款雪糕 好吃吗这个 好吃 关键这个造型啊 非常漂亮 这个造型是不是就是后面那个建筑 对 就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那个后面的建筑 我们叫九层楼 九层楼 这是东方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称之为九层楼雪糕 九层楼雪糕 卖得特别好 三分之一的游客吧 都要吃一次雪糕 才离开墨高窟 王老师 我们说这个墨高窟啊 主要就是 大家理解就是石窟 那这座标志性建筑 它怎么是九层楼呢 它也是石窟吗 这个九层楼也可以称之为石窟 它里面实际上是有佛像的 外面是楼 对 里面是 石窟那个石像的一个建筑屋 所以建筑和石像 组成了一个洞窟 这个楼一共有九层 所以我们称之为九层楼 看一个全景你看 对 就这一座建筑 这个崖面一共高四十米 九层楼也将近有四十米 将近四十米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外观 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现在看见的 就是建筑里面的那个石像了 当时是一个洞窟 它是石胎 泥树 从上往下开着洞窟 最后在表层啊 敷了一些泥进行彩绘 就是这样的一个树像 这个树像看着这个很高啊 对 它有三十五点五米高 是敦煌最高的一个佛像 刚才您说了崖面差不多四十米 四十米 这个山是五点五米 五米高 那就快接近崖面了 对 这个树像建造时间比较早 就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 大约在六百九十年 武则天当皇帝啊 薛怀裔和一个圣人叫法明的 等十个和尚编造了一个大云经书 因为大云经啊 记载啊 有个天神 他就下着樊到人间 他就当了个女皇 这段文章跟武则天当皇帝 是比较吻合的 正好吻合吗 大云经很长 有十卷 但是他们就把这一段经文啊 反复讲反复讲 就是武则天就是那个天上那个菩萨 所以武则天非常高兴 下令全国每一个州啊 建一座大云寺 哦 大云寺里当然要摆放佛像嘛 那就摆放个弥勒像 这尊佛像修建于六百九十年 六百九十五年修完了 所以跟武则天这一段历史是吻合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佛像的建造 应该是东皇啊 大云寺的和尚 跟当地老百姓一起修建了这么个大佛像 因为他是东皇最大的大佛嘛 我们把这个洞窟就作为东皇石窟的一个代表 所以这个九层楼也是敦煌标志性的建筑 这个九层楼啊 初唐的时期建造这个塑像的时候 外表是有建筑物的 文献记载它有四层楼 到后来又变成了五层楼 就是晚唐的时候 把四层楼改造成五层楼 后来明清时期啊 东皇就经济那个比较不太发达嘛 所以这个建筑物就毁损了 所以这个大象就录在外面 民国时期东皇的老百姓就集资 花了八年时间 于1935年建造完成这个九层楼 这个树像啊 是1925年美国的一个摄影师 迪克斯塔到东皇来的时候拍摄的照片 哦 当时是露天的 这张照片看着就是在露天拍摄的 对 就是当时是没有建筑物的 当时没有建筑物 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样的照片 就可以看到当时五则天时期 修建的佛像的原来的面具 所以说这张照片很珍贵 对 是很珍贵 一文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流畅 对 说到这个敦煌石窟啊 其实不管怎么说 绕不开的还是敦煌的壁画 如果啊我们要是去敦煌的话 您给我们推荐 您会推荐哪个窟的壁画 最值得我们看 敦煌啊 现在像墨奥库 它有735个洞窟 周围地区的石窟全部加起来的话 我们叫五大石窟啊 有820个左右的洞窟 但是一定要选一个的话 我认为220窟可以排到第一位 为什么 这个洞窟啊 它有具体修建年代 它是初唐时期 贞观年间修建的 就642年修建的一个洞窟 所以它的壁画 就感觉到 昨天才画的一样 特别完整 色彩非常鲜艳 代表了唐朝艺术的最高水平 比如说我们这张壁画 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方净土变 所谓的西方净土变 佛教是讲因果波应思想的 所以它觉得人死了之后 如果做了善事 它就会往生到西方洁乐世界 所以它为了将来就不进地狱 就在自己的洞窟里就画了这种西方净土世界 希望自己将来会往生到西方洁乐世界 就不进地狱 这是个摆壁的一块壁画 也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挂了药师七佛 药师在古代就是医生的医生 他就救苦难 对 就是你生病了 念药师佛名 然后进行各种供养的话 你就可以健康了 就是疾病就消除了 这个我们仔细看这个药师佛底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乐舞的图像 还有燃灯的这样的图像 西部上看中间是个灯楼 里面有几十盏灯 灯火辉煌的样子叫灯楼 旁边还有点灯的菩萨 在这一层两层三层 就是分成三层 埋一层有几十盏灯 一个菩萨正在那摆放的灯 底下一个正在点灯 蹲在地下的一个菩萨 正在点灯的菩萨 所以我们感觉到 特别借地气 生活气息非常浓厚的那种场景 然后还有一些祭月天 在旁边跳舞这样的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舞技 他们挥舞着天衣 用动作非常快地 在地产上旋转的样子 下面那圆的是个地毯 对地毯 地毯上其实还有一些小动物 比如兔子呀鹿啊 这样这些动物 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跳的动作非常快 所以我们有学者认为 他们就是弧弦舞 就西域传过来的弧弦舞 所以我们在东黄 可以看到唐代诗 当然唐代我们也没有摄影摄败 但就不知道弧弦舞是什么样的 看了东黄这种舞蹈 然后我们再看唐诗里 记载的这种弧弦舞的资料 我们认为这就是个弧弦舞 所以我们在这些洞窟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杨玉长很快乐的 那种暖色调的那种比划 像这个东碧 它也是画了一扑静变 就唯摩洁静变 唯摩洁静变 讲的是一个居士 非常懂得大乘空中的思想 所以释迦牟尼就派文殊菩萨和唯摩洁 就佛教的大乘空中思想进行了讨论 构成了唯摩洁静的三卷 十四品 在中国古代是非常流行的一部经典 因为很多人不出家的 不出家他觉得不出家 也可以学习佛法 就像唯摩洁一样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一个文殊菩萨很甜静的样子 就坐在那 手上拿了个如意 这是一边带着一大堆菩萨和弟子 前往问及的样子 在另外一块壁画上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唯摩洁的一个图像 就是它在门的两边 一边画了唯摩洁 一边画了文殊菩萨 这是东碧南侧的一个唯摩洁像 我们可以看到 他就是靠在外面这个手上 拿了一个 应该是赶虫子的那种柱尾吧 拿着柱尾 身体微微地向前倾斜 就文殊菩萨进行兑换的那个场景 这叫唯摩洁装病 斯加木尼派文殊菩萨去问及 这样的场面 你说这个唯摩洁经变也好 包括前面说的西方净土变 这个名字呀 我们现在人理解起来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那什么意思呢 那特别是一个辫子 这个辫是个什么样的含义呢 辫就是一个转辫的意思 转辫 就是把经文转辫为图画 就叫经辫 哦 所以在古代金变又叫什么什么金的变相 就是把经文变成了图像的意思 比如说唯摩洁金变 就是唯摩洁金的壁画 壁画 它就是一个绘画的形式 表现着这部经典 叫变相 就经文变成了图画 就是原来有文字可以这么理解 现在让视觉上让你有直观的感觉 对 能看到画面 对 图景 我们在墨奥库啊 就是金变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原皇帝的帝王像 哦 是吧 因为佛经是印度传过来的 可是在我们东皇画宫画起来的时候 它就画成了中原的一个皇帝的形象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的两个胳膊伸得特别直 然后肚子也是比较大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说气欲昂然 昂熟 阔步的这个样子 我们看到这种帝王图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起来 就是严利本的历代帝王图 这个帝王图 跟我们敦煌的帝王图 就有类似的地方 可是您说啊 这个大画家严利本 他身在长安呢 长安距敦煌得有两千多公里 两千多公里吧 是吧 那么这220窟 就您介绍的这个壁画 与历代帝王图之间 他们有着怎样的联系啊 末库二零窟 肯定不是严利本到东皇来画的 它的坟本啊 应该是从中原传过来的 这个要放到历史背景上 去思考这种图像 比如说640年 唐朝军队啊 把高昌就打下来了 就占领了高昌 642年 就两年以后 末库二零窟 就开着了 所以也就是说 二零窟是开着于 东皇和西域交通 非常畅通的事情 那么我们就很好理解 中原的艺术风格 比如说严利本画的 帝王图的那个风格 就是坟本啊 就传到了东皇 因为东皇二零窟的壁画 是艺术价值比较高的 大家一直认为 它是中原的风格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唐朝政府的赤史啊 县令啊 都是唐朝中央政府委派的 他们当然带来了 很多中原的文化 和中原的艺术 那就是说这个关系得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 得捋顺它 是吧 对 放在背景上 放在背景上 它是由中原传到敦华 对 然后形成了壁画 对 石窟 石窟的这些壁画 对 是这意思吗 对 王老师我想问问啊 就是现在这个编号啊 是我们后来 我们的文保工作者 把它编的号 对 是吧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 这些洞窟 它是不是也得有称呼啊 它肯定不是编号 对 古代敦华的石窟啊 它的性质 大部分的洞窟 是个家庙窟 所谓的家庙 家庙 比如说我姓王 我们家族开导的洞窟 就叫王家窟 您姓陈 您家族开导的时候 陈家窟 是这么称呼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二零窟啊 它就叫宅家窟 宅家窟 因为是宅家开窟 这个洞窟的 刊子下面 有一块榜题 它就写了 宅家窟三个字 现在还有吗 还有 所以我们在东华 洞窟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三个字 就是家庙式的 这样理解 它为什么要开这个窟 首先来说 我觉得它应该 按现在的话说 它有它的经济实力 对 对吧 它要请人 要做画 要开窟 是不是 对 像宅家吧 在初唐时期 是在东华 市里非常强大的 一个家族 所以我们在 二零窟啊 看了南壁白壁 和东壁 这些壁画之后 别的洞窟里啊 就这些壁画的 粉本就看不到 所以它应该是从中原 请来了一个粉本 画完之后 它就不给别人 使用了那种感觉 就粉本 专用的感觉 所以这个洞窟 在东华 所以是比较好的洞窟 所以东华的洞窟 大部分 实际上是 东华当地老百姓 开找的家族库 就像现在 很多人家里 有佛刊 那个一样 它是供养用的 好 非常感谢 王老师 刚才精彩的 这番讲述 我不知道 听了这么半天 我们学员们 你们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问题 王老师您好 刚才我看到 这些壁画 它们都非常的栩栩如生 我就想知道 它们都是用什么颜料 制成的 东华啊 壁画颜料 成分比较复杂 如果我们用矿物颜料 制作的话 矿物颜料 是不容易变色的 所以我们在东华 可以看到 很多洞窟的颜色 就像昨天 画上去一样 为什么呢 它就是用矿物颜料 画的 但是我们如果 用人工合成的 颜料画的话 比如猪纱 它就很快 就会变色 所以我们在东华 还可以看到 很多黑乎乎的颜色 比如说皮肤的颜色 它是用猪纱 来表现粉色的嘛 当时是很好看 但是过了不久 它的颜色就变成了 黑色 所以东华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黑菩萨 但实际上当时 是有多了猪纱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我想请现场的 我们的学员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 我们来看大屏幕 大屏幕上有四张照片 这分别是我国的四座石窟 现场的学员 你们可以答一答 谁能说出 这四座石窟 它的名字分别是什么 这四个石窟 左上角的应该是 位于大同的云港石窟 然后右上角的 这个应该是位于 甘肃天水的麦基山石窟 左下角 这个应该是 位于敦煌的麦高窟 然后右下角 这个应该是 位于洛阳的龙门石窟 回答正确 加十分 这四座石窟 我们一般称为 中国的四大佛教石窟 龙门石窟和云港石窟 它们的佛像 都是石雕像 所以开造起来 是非常困难的 这两个洞窟 可以称之为皇家石窟 它们开造于百位此起 但云港石窟还要早一点 就是百位一建立的时候 在平城建立首都的时候 就开造了云港石窟 因为云港石窟 是从河西走廊一带 牵走了大量的僧人 所以云港石窟 它带有西域的艺术风格 所以像衣文比较厚重 人物的造型体型比较大 下面的龙门石窟 是百位 校尾的改革 迁都洛阳之后 马上就在洛阳一带 又开造石窟了 校尾的改革 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 吸收了南朝的艺术风格 所以我们在龙门石窟 我们可以看到 南朝的艺术风格 就是秀古青像 包衣博代 这样的形象 这跟云港石窟的佛教照相 是有一定的区别 像东黄石窟和麦杰山石窟 它的塑像 基本上都是泥塑 所以修造起来比较 相对容易一点 麦杰山石窟 它有塑像 七千多升 东黄现在保留下来的塑像 有两千四百升 并且西北地区 稍微干旱一点 所以像麦杰山石窟 还保留了 一千三百平方米的壁画 而东黄因为更干旱嘛 所以东黄保留下来的壁画 整个石窟群啊 有五万平方米壁画 数量是比较多的 而云港和龙门石窟 因为比较潮湿 所以保留下来的壁画就很少 王老师 在敦煌整个七百三十五个洞窟当中啊 最早的一座石窟是哪一座 敦煌文献记载 最早的一个洞窟 是一个叫岳尊的和尚 到敦煌来啊 它本来是从中原地区 往西域取经去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晚唐时期 一件敦煌文献 有个标题叫莫高库记 开头就是记载 又在周东南念武里 三维三上 请建元年宗 有沙明月尊 藏西西游 你跟我们解释解释 藏西西游 就是拿着西藏 一路从东往西 它可能像到西域取经的样子 到敦煌 来到敦煌了 对 然后他到了莫高库 摇里其山 见金光如千佛之状 大约他在傍晚的时候 到了莫高库 落日的时候 照在莫高库周围的山上 有个金灿灿的样子 他觉得这是佛光 他觉得这是一个风水宝地 所以他就在莫高库 就入下来了 然后他开导了一个洞窟 我们叫岳尊 开导了第一个洞窟 第一个洞窟 东华文献记载 他开导的洞窟 是在前秦建元二年 就是公元366年 开导了第一个洞窟 这第一个洞窟 现在还有吗 这第一个洞窟 我们现在不好判定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268号洞窟 到275号洞窟 这一组洞窟 是莫高库最早的一个洞窟 我们叫十六国时期 开导的洞窟 岳尊和尚修禅的 所以268号洞窟 它这个洞窟里面 是有四个禅食的 就四个圣人 在这个洞窟里修行的 所以我们很多学者 认为268号洞窟 很有可能是 岳尊和尚开导的洞窟 最有可能的话 268号洞窟 268到275是吧 是最早的一组洞窟 咱们要去敦煌 这几座洞窟都得看一看 尤其好好的来看看 那268窟 是吧 是有法梁蝉寺东来 多助神医 后来有个叫法梁的蝉寺 也是从中原过来了 东来 一个藏系西游 而且写什么东来 他一看这个地方 确实不错 所以他就在 岳尊法师的洞窟的边上 又开展了一个洞窟 就第一个洞窟 第二个洞窟 第一个洞窟是岳尊和尚的 第二个洞窟就是 这两个人肯定也见面了 应该是 他对岳尊比较尊重 所以在岳尊的洞窟的旁边 又开始新开展了一个洞窟 从此以后就架空 捐言 大照看相 大照看相 就是说明东方 从此以后 很多人就开始在这里 崖体上开展了 很多很多 很多老百姓 一看两位禅师 中原来的禅师在这 在修行 是吧 开枯照相 所以他们可能就 对 应该是这么 王老师 刚才您讲了这么多 我就对这个编号 对这个整个石窟的编号 我很感兴趣 刚才不管是220窟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几个石窟 这个编号是怎么编的 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是波西河的编号 和东方研究院的编号 波西河1908年到东方来 他还带了一个摄影师 拍了400张照片 他是从南到北 一次编了300多个动画号码 后来我们觉得 这个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又不能反映当时的历史 所以我们现在流行的 是我们东方研究院的 一种新的编号方法 我们是直字型的编 就底下一层 从北到南 到南的头上 我们再从南往北编 这样子字型的这么编 这样编过来 编过去 这样 是吧 就这样我们一共编了 735个洞 这个主要也是为了 我们工作的方便 还是工作的方便 但是这个 如果我们到了 这个敦煌木高窟以后 我们抬眼一看 能分得清 哪个是几号窟吗 都有 外面都有 我们每个洞窟上面 都有一个标志 标志 就是刻了一个牌子在那 一看就能知道 所以我们这一号窟 就是在南区的最表面 最表面 然后一直排过来 那有没有进行过 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修建开凿敦煌石窟的 到底都是一些什么人 从东黄现存的资料上看 开凿洞窟的 大部分都是东黄本土的 当地人 他们自己开凿了家庙 也有一些 比如说是中原过来的游客 他们也在洞窟上画笔画 比如说我们冒库 一个166号洞窟里面 有个叫王凤仙的 他画了三个佛像 这个王凤仙 他的资料 在吐鲁番出的文献上 也有发现 他是那个长安附近的 华原县人 他送军需到安西都故府去 送了路上 路过东黄休息的时候 他到摩尔库来礼佛 然后画了三个佛像 那就是说 这些画家也好 这些开凿石窟的 这些人们也好 基本上可以说 都是当地人 对 都是当地人 我们还可以看到 一件文献 叫腊巴燃灯 分派库刊民宿 就腊巴 就12月8日 腊巴 腊巴节 当时 就是951年 就五代的时期 管理摩尔库的一个和尚 观音院 院主 道征和尚 他在12月7日 发了一个布告 就明天 就是腊巴节了 腊巴节 根据惯例 我们要把木尔库的衙面 要点灯 他把木尔库的衙面 分成11个区域 一个区域 由1到2个人负责 就分成11个小组 每一个小组 就负责60个左右的洞窟 小的洞窟点一盏灯 大的洞窟点 两盏 三盏 四盏灯 这是要求吧 就是当时的要求 他就贴了个布告 就是你负责哪个区 我负责哪个区 就是他把木尔库 分成11个区 这样的话 它木尔库 它600多个洞窟 它要点800多个洞窟 这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腊巴人 这个书法不太好 但是它很重要 就是说有 阴家窟 李家窟 王家窟 这些都有 那您可以想象 腊巴的晚上 如果这整个衙面上 都点上了灯 是 那个灯火辉煌 那这种感觉 就敦煌文献也记载 当时一穿清旋 就整个一个河道 就是说灯穴 现在我们河道 为了保护敦煌 洞窟 我们往前移了一点 以前那个水 就在洞窟前流的 就一穿清旋 就整个一个衙面 灯火辉煌的样子 你想想衙面上 印在水里 这种感觉 非常壮观 对 应该是当时 敦煌信仰佛教人 都到木尔库来了 虽然木尔库到县城 还有20多公里 但他们要到敦煌 那一天他们要到敦煌 举办一个集体的活动 王老师 那有没有记载 比如开凿 一处洞窟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当然这洞窟大小不一样 是吧 对 那有没有这个方面记载呢 比如说我们 365号洞窟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有七个佛像 我们叫要四七佛 就是七佛堂 这个七佛堂 它是下面的 红的那个方框部分 是个汉字 操了一部佛经 叫大回向伦经 在这个上面的台沿上 它有几行藏文体系 藏文的体系 它就记载了 就是修建于随属之年 完成于木火之年 就832年开始建造洞窟 834年就建完了 就是这个洞窟比较大 但它三年就建完了 由此可见 一个洞窟 如果不间断地开窟的话 一般三年到六年可以开窟 但是这个开窟石窟一定很艰辛 很艰苦 是 你想想 而且那个时候 不可能一年四季啊 冬天的时候生不出手 干不了活了 是啊 说长津洞的文献里 有个叫造生子的 一个新造的一个树将 他经生活贫困嘛 他把他自己一个儿子 点卖给别人 所以东方有个树将 造生子 点儿的七月 你看 所以看到那个七月 觉得东方这么灿烂的文化 对 就是工匠们辛辛苦苦 开窟起来 比较艰辛的 现在我们看这个这些石窟啊 这个壁画啊 都非常的壮观 但是开窟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是多么艰辛在石头上 对 要爬上去 要开出窟来 然后再画像 一年四季 很伟大 也很了不起 也很艰辛 好 感谢王老师 为我们讲述了 敦煌跨越千年的 迎建历史 我不知听了这么半天 学员们 你们有什么问题 有些什么自己的感想 跟王老师要交流 王老师您好 墨高窟 它是开在崖面之上 古时候僧人们 是怎么在这么陡峭的 崖面洞窟之间 行走穿梭的呢 敦煌这个崖面 当时开着洞窟的时候 每一个洞窟之间 它是有栈道相连的 这栈道是木头做的 因为木质结构的栈道 那一般用了几十年之后 就会毁坏的 所以在墨厚库的崖面上 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柱子 几乎每一米都可以看到一个一个洞 那个洞子就是建筑站道和枯岩建筑的痕迹 每个洞窟之间是有连接的 所以到民国时期 木偶或者崖面是上不去的 所以我们单位开始建立的时候 我们是从山顶上是吊着绳子 吊着篮子下来看洞窟的 但现在我们又建了新的栈道 所以每个洞窟就可以 方便地进去参观考察 自从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后 敦煌就一直牵动着世界的目光 一百多年的考古岁月 墨高窟有哪些重大发现 请继续收看系列节目 大圣敦煌第三集世纪守护 刚才王老师为我们讲述了 敦煌石窟跨越千年的营建 明朝嘉靖年间封闭嘉玉关 敦煌石窟它停止了建造 之后的几百年 敦煌仿佛是被世界遗忘了 那么对于敦煌的考古 王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900年 管理木偶的一个叫王道士 他心里流伤的时候发现了长青洞 发现了长青洞之后 他就拿了一些写金 就给在九泉的倒台停洞 停洞一看 这个字写得比他还小 书法还不如他的 所以他不太重视这些 王道士给他的写金 所以也没有给王道士任何奖赏 王道士就是很不快乐地 就回到了东华 所以停洞就把王道士给他的写金 后来给了一个外国人 那外国人他觉得可能比较重要 就写信给新疆考古的一个叫斯坦英的 英国的一个做考古 听说在东华发现了个长青洞 里面有很多古物 所以斯坦英他敏锐地普逐到 这个信息的重要性 他就结束了在新疆的考古 他就新叶阶层就到东华了 从王道士的手上偏买了大量的文物 我认为东华的考古的历史 最早要从长青洞的发现 斯坦英 薄熙和到东华来调查资料 开始 后面第二个间代 我认为就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特别是国立东华艺术研究所的成立 我们对洞窟进行了保护 就修建了围墙 然后又进行了洞窟的记录测量 这是东华考古的第二个简单吧 后来1962年到1966年 国家投资 想把冒号库衙灭进行加固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人也上不去 长叔红当院长的时候 他有时候到别的洞窟里 他也从上面用个吊篮 把它吊下来看洞窟的 所以我们当时啊 南星铁路刚修完嘛 南星铁路的工程队 他们把冒号库进行了加固工程 我们可以抗七点五级地震啊 这是冒号库崖面加固工程时期 我们的加固现场 我们在洞窟的前面 发现了许多殿堂遗址 出土了大量的文物 那么一百多年来 敦煌考古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舞台交给王老师 我们请王老师为我们精彩讲述 前面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东方的考古的历史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些 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考古新发现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百味刺绣 这件百味刺绣是1965年 我们为了派合洞窟的加固工程 从现在的125号洞窟到126号洞窟之间的 一个墙壁的立缝上 因为东方这个墙壁有缝隙 这个缝隙上发现的一个刺绣品 这个刺绣品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佛像不是完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穿着红色 加沙的佛 接加福座坐在那 左边我们隐隐约可以看到两身菩萨的像 这应该就是一佛二菩萨的一个刺绣 刺绣的佛座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发愿文 这个发愿文一共有14行 买行约有11个字 就是150个字 现在还有110个字左右可以还原的 佛座底下的发愿文 记载了刺绣的主人是谁 副主是广阳王慧安 可是我们从魏书记载上看 没有一个叫广阳王慧安的 所以慧安这个名字应该是它的法号 它就给自己取了一个佛教的名字 底下还有一块刺绣 是一个横幅 这个横幅可能是底下的一个边市 也有可能是上面的一个边市 因为它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横幅跟中间的说法佛 是一组 面积上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刺绣 是圆件的三分之一左右的位置 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学术信息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块 其实是特别小的一个小木头疙瘩 这个木头疙瘩上面是有字的 实际上这个是回虎文木活字 这件回虎文木活字发现于百区的464号洞窟 我们分南区和北区 南区大部分洞窟是有笔画和树像的 而百区基本上是僧人和工匠居住 甚至埋葬的洞窟 修行 埋葬 生活的洞窟 所以生活窟 只有五个洞窟是有笔画和树像的 464号洞窟是有笔画和树像的 并且这个洞窟非常大 出头的文物特别多 所以我们把这个洞窟称之为第二长径渡 1908年不信号到东黄来的时候 在这个洞窟拿走了大量的文物 其中他就拿走了968个这样的木头疙瘩 就是回虎文的木活字 他拿走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后来我们研究出来 就是回虎文的木活字 他拿出来之后 他很大方 他就拿了四个送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又拿了四个送给了日本东洋文库 现在集买博物馆收藏了960枚 这样的回虎文木活字 1914年 俄国的探险家俄登堡又在东黄盗宝 然后又在464号洞窟里 拿走了130枚这样的木活字 这样加起来就有一千多枚 我们东黄研究院 在历代的收藏文物里面 收藏了6枚 然后1988年到1995年 我们在摆去这个洞窟 重新进行清理发掘的时候 又发现了48枚这样的回虎文木活字 现在清典出来的有1152枚回虎文的木活字 大家都知道元代郭鼠敬他们就做了一个汉文的木活字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回虎文木活字 吸纳了汉文的木活字的技术 刻了他们本门族的就回虎文的木活字 这个回虎文木活字也是我们判定 东黄这一带地区有回虎人的活动情况 回虎文的佛教信仰的一些材料 所以这是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考古发现 并且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这一块绿颜色的是一个颜料的疙瘩 这些颜料块 这也是清清实的这样的颜料 我们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 那是一个桃子的桃碗 都比较小 比较浅 可是太重要了 我们可以看到碗底有个颜料的痕迹 这是我们1951年 在茉莎库55号洞窟前面 清理流沙的时候发现的 这个我们称之为调色碗 因为是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把它定为一级文物 而这个颜料块 我们把它定为二级文物 我们认为这就是修建55号洞窟的时候 其化工用完扔掉的一个工具 这个桃子的调色碗 这样的调色碗 我们东环有十几个 当我们看到这些调色碗 和颜料块的时候 我们可以仿佛看到 古代工匠们艰辛劳动的场面 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这些文物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感谢古代工匠 留给我们这些珍贵的遗产 谢谢大家 谢谢王老师 谢谢您非常细致 非常精彩的讲述 我们特别想知道吧 这些年这个敦煌到底出土了 有哪些器物 刚才您讲到了一些 这个有没有做一个整个的统计 我们单位也是有一个叫成立中心的 相当于博物馆的 现在我们广场文物大概有四千件左右 四千多件 对 现在我们是相当于国家一级博物馆 比如说我们有锦教的十字架 我们有元代的叙利亚文的圣经 还有各种的细相文的血经残片 还有一些绘画品 就是佛经有七百多件 这样的文物加持大概有四千多件 成果丰硕 对 学员们 你们听了半天 大家有什么想跟王老师做一个交流的 或者有哪些问题 王老师您好 我们知道飞天是敦煌壁画的一个经典形象 那么它这样的一个形象是来自于哪里呢 就飞天啊 在佛经里我们是检索不到那个飞天这个单词的 所以我们这种洛阳前蓝记上 我们可以见到一个飞天的一个记载 佛经记载啊 就佛在说法的时候 就十方诸国啊 这些神仙啊 就是天神啊 都飞过来听佛在说法 飞过来的时候 他可能在天上撒花供养啊 或者是拿着各种的器物进行供养 所以就把佛说法的场面 在空中撒花的这种形象称之为飞天 因为是飞天嘛 所以他的形象就比较谦细一点 就女性化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姿态非常阿拉多姿 就是像佛说法的时候比较庄严啊 在空中撒花的人物 就是增加了画面的动感 所以飞天在东黄壁画中 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图像 他们统计出来有六千多深的飞天 他的姿态各异 比如说有的有六笔飞天啊 有的飞天是从这个屋子飞到另外一个屋子 从中间的这个门进去 那个门出来 然后再飞到空中去 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很多游客 许多到东黄参观的人 他觉得飞天的姿态是非常洁击性的 就觉得非常好看 所以飞天成为东黄艺术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图像 那个王老师说到敦煌 说到石窟 说到壁画 说到这些出土的器物 如数家珍一般 是吧 我觉得这也很难怪 因为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 从大学毕业 就在敦煌 从江南水乡来到西北大漠 这一下就将近是四十年 这种坚守也很不容易啊 我刚到敦煌的时候 老师见我第一句话就是说 欢迎到敦煌来工作 那敦煌啊 他这个文物特别多 你几辈子都研究不完 这是非常大气的一个鼓励 特别是刚走出学校门 年轻的学生 从此就爱上敦煌 对 我们是第二批到敦煌来 工作的大学生 那一年一共来了三个 应届的大学生 我们这三个人啊 全部都留下来了 现在整个的家都搬到了甘肃 对 所以一方随土养一方人嘛 所以我们在东黄啊 有那么多重要的文物 存在在那里 有那么多选题 可供我们进行研究 我觉得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我先想一想 我如果在高校当老师 或者到博物馆当老师的话 我写不出来那么多论文 所以我在东黄 37年时间 我写了110多篇论文 所以在座的同学们 没有吃过东黄了 去看一下 你们也会爱上东黄 我想看完这个节目 有很多年轻的有志者 他们一定 不管是从历史 从考古的角度 都有可能去敦煌 游客去敦煌 也喜欢敦煌 敦煌应该说 以其美丽的人文景观 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为誉为人生必来一次的地方 而对于敦煌人而言呢 敦煌是一个来一次 就是一生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舞台 还是交给王老师 一起听听王老师 为我们讲述敦煌人的那些故事 东黄学发展到现代 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努力 进行田野调查 进行洞窟的内容的普查等等 做了十多工作 才有我们今天 有非常大的话语权的 一个学术领域 我们称之为东黄学 东黄学是以地名 命名的一个学问 我们研究东黄石窟 研究东黄文献 研究东黄一代的 甚至四处之路的文物和历史 早在1943年 藏书红就到东黄筹建 国立东黄艺术研究所 1944年1月1日 正式成立国立东黄艺术研究所 这是一个标志 标志着东黄石窟 进入了有序的管理 进入了国家管理的层面 藏书红现实本来就是画家 他在法国 就非常有名 有自己的独立的画史 后来他回国 在1943年就到东黄 一直到1982年吧 他在东黄工作了39年时间 我们其实跟他一样 就是也是在东黄一待 就是待一辈子的那种情话 藏书红的油画是非常有名的 但是他为了东黄的文物保护事业 他牺牲了他许多的创作的时间 1935年 藏书红在法国塞纳河畔与敦煌文物的一次偶然信后 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 旧书滩上 薄熙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这套敦煌图路 深深震撼了远在他乡的藏书红 为了心中的那份召唤 他放弃了繁华优越的巴黎生活 来到黄沙漫天的墨高窟 更将此后50年的荣辱臣服和恩爱情愿 都留在了大漠深处的敦煌石窟中 国学大师纪宪明先生赞誉他 碧露蓝旅 绝功至伟 长功大名 宇宙永垂 自此之后 敦煌的守护人就没有断过 身为四川人的段文杰 告别了新婚的妻子 随着喧闹的人流 来到向往已久的敦煌之后 听到的却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撤销的消息 在兰州 他见到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长长书红 长书红对他说 为了研究所的生存 我必须去趟重庆 前途福祸难测 你千万不要等我 1946年的冬天 人们在兰州街头 经常看见一个卖水的小伙子 那是段文杰在黄河岸边 巧守东旺 他在这里已经等了一年了 就是这个冬天 他终于等来了敦煌艺术研究所 恢复的消息 等来了被段文杰的执着感动的满眼泪水的长书红 从那一刻起 段文杰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 没有一天放下过画笔 扎根大漠六十余年 临摩壁画三百四十多幅 创下敦煌壁画个人临摩数量之最 成为继长福湖之后 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 被人称为大漠隐士 这是一辈子都画 一辈子都画的画 人们似乎很难找到 还有第二个地方 能像敦煌这般 让全世界的学者痴心不改 并隐身相许 一代人走了 又一代人紧紧相随 1963年 马自昌先生 樊井思先生 他们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考古学专业毕业 来到了东黄 他们两人的加盟 大大增加了东黄石窟的考古实力 他们也完成了多篇的论文 2011年 樊井思先生主持完成 并且出版了 《墨尔库第266-275库考古报告》 这本书特别厚 还有两本 上册和下册 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标志着东黄石窟考古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1963年 敦煌木高窟开始大规模的加固维修 特别需要考古方面的人才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学专业毕业的 樊井思来到了敦煌 只是那时候 他并没有打算做一辈子的敦煌人 临走之前 他和恋人彭金章约定好 三年就回来 回武汉大学和他团聚 说好三年就走的樊井思并没有走 生活条件 气候条件 家庭里的这些困难 都没有使他回心转意 樊井思这一待就是二十三年 二十多年的风雨 二十多年的坎坷 当年苗条俊秀的上海小姑娘 已经面带风霜 成为地道的敦煌女儿了 久等等不回来的彭金章决定 去敦煌看个究竟 这一次的敦煌之行 让他领略了敦煌石窟艺术的魅力 1986年 相隔二十三年后 彭金章来的敦煌和樊井思团圆了 当时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彭金章 在和同事们道别时说 还是敦煌胜利了 老彭投降了 大家心里清楚 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重新选择一个工作 要做出怎样的牺牲 彭金章到敦煌后 干起了老本行 一头扎进了墨高窟北驱洞窟的考古研究中 经过他的认真清理 几个世纪以来 一直被当作肺洞的数百个低癌简陋的洞窟 原来是当年僧人们修行的禅窟 和他们死后埋葬的地方 1988年到1995年 彭金章先生主持了对墨高窟百区 248个洞窟的清理发掘 出土了大量的文物 出版了《东皇墨高窟百区石窟》三卷 非常厚的三本书 需要说明的是 彭金章先生是樊景思先生的爱人 他们也是大学的同班同学 他毕业之后分配到武汉大学 后来才调到了东皇研究院工作 对北区洞窟进行了清理发掘工作 立下了汗玛功劳 出土了大量的文物 使我们东皇研究院有工资层 所以我们应该向这些考古学者 自己敬意的 也许他们并不像那些 最初开凿石窟的修行者和朝拜的相克 但是他们同样选择了远离繁华 选择了苦行僧般的生活 这种对文化艺术的前程 以及他们获得的幸福安宁 也是相同的 曾经有人问长叔洪 如果来生再到人世 你将选择什么旨意 长叔洪答 我不是佛教徒 不相信转世 但如果真的再一次 重新来到这个世界 我将还是长叔洪 去完成敦煌 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1994年7月 他的骨灰从遥远的北京飞回敦煌 生前他和木高窟终生相守 死后也要与木高窟永远相伴 在他的墓碑上 镌刻着了一个字 敦煌守护神 在这个神佛满洞窟的地方 被称为神的凡人 为长叔洪一人而已 在墓地的对面 正是木高窟北区僧侣们修行的狭小洞窟 他们也曾是当年画工们居住的地方 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 无名的大师们 在画出了令后代儿女骄傲的不朽作品之后 却终年居住在这低矮的洞子里 病了 伤了 老了 直到默默地死去 千百年来 他们的魂灵同样守护着 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 现在我们除了对石库椅子进行考古工作之外 我们还对周围的文物进行考古发掘 比如说冒灰崖崖面的顶上也有一些土塔 就古代有的时候建洞窟的时候 除了建枯岩之外 它还在洞窟的正上方 还建造一个土塔进行供养的一个形式 就塔和洞窟进行一种组合的这样的形象 所以我们相信啊 我们敦煌眼球院的考古团队在前任的基础上 还会有更大的更多的成果 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谢谢大家 好 谢谢王老师 今天呢我们一起分享了敦煌考古人的故事 2019年9月17日 樊锦诗先生被授予了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若以生命的长度来丈量 樊锦诗先生呢 与墨高窟相守的这半个多世纪可谓是漫长 可是在樊锦诗先生的心里 这座千年石窟与他相处得越久 就会越觉得它是一处非凡的宝藏 正是因为这一代代国保守护人和考古工作者 为了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传承 毫无私心纪念 墨高窟才得以保存和发扬 所以让我们大家用掌声表达我们 对这些国保守护人和考古工作者的崇敬和感谢 谢谢 同时也感谢王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考古公开课 谢谢您 谢谢来到现场的六位学员 谢谢大家 万里敦煌千年雄浑百年守护 敦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它是诸多文明汇集 更是诸多文明交融和成长的地方 这些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强大年合力和再生力 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所蕴含的巨大的力量 这力量并非此消彼长 而是取长不短 共生共赢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考古公开课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